那另外一個叫皺紋變多 我們裡面皮膚皮下脂肪 很多那個叫做膠原蛋白層這些 還有一些彈性纖維層 但你很多時候 你不去保養它的時候 或說老化或什麼 會造成它變飽 所以當你出現皺紋變多的時候 這是一個皮膚修癒下降 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哎呀 我們有的救嗎 不過這個皮膚的恢復力下降 好像嚴重的話 真的會造成一些傷害 有一群人她的狀況特別明顯 之前有一個女生 年紀有點大大概50多歲 那50多歲她有一次就是 走路不小心就去化傷了 就是旁邊可能有些大家都機車亂停 她經過的時候又剛好有點燙 她就有點燙 那其實燙傷一點點化傷 一般人也覺得還好 因為傷口沒有很大 她就沒有在意 但是後來發現奇怪 她就清了傷口以後發現 她不但沒有慢慢癒合回來 她就覺得怎麼越暖越大 那後來她就給醫生看 想說醫生怎麼會這樣都不會好 是空氣太垃圾嗎 她第一個想到就是說 應該是傷口太髒了 後來醫生才發現說 你有去檢查過你的血糖嗎 蛤 結果她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 因為台灣很多人 她從來沒有去量血糖 因為她沒有感覺 後來才發現 其實她已經有糖尿病 她都沒有感覺到 然後影響她的傷口 她傷口不會癒合 所以她整個部分啊 就是一個小爛瘡 就變成一個很大 就爛到洞洞 醫生就必須幫她清瘡 我是有一次就是去淡水 跟朋友去淡水玩 然後就是 就想說要假文青一下 去海邊那個旁邊 騎假承 然後我就騎著騎著 就是看才看得太認真 我完全不知道前方 就有一個大石頭 我整個就是撞到 然後整個泡蓋這樣子 然後整個泡蓋 就是我整個腳啊 就是地板用到摩擦 就是有一些破皮這樣 然後我朋友就說 你要不要去看醫生 我就說不用啦 就用水清一清 然後推個OK泵就好了 所以我就沒有理她這樣 然後直到我回台中 我整個就是傷口很痛 她外表就是已經是好了 可是裡面已經發濃 我就是碰到都會很痛 然後就必須回醫院 清創傷口 太可憐了 然後我就說 就真的很痛很痛 痛到不行 然後連回去換藥的時候 也都是要回醫院換才可以 年輕人其實為什麼 皮膚狀況會不好 我覺得第一個 還是跟之前提到 含糖飲料有關係 我臨床上其實門診 有一個年輕的女孩子來看 她來也是就是冒痘痘 然後就覺得她很疲勞 腰痠背痛 那整個皮膚就乾燥 就很糟糕 那她覺得說 她應該是腎臟壞掉 來找我看 可是弄了半天我後來發現 她全部都正常 後來一問 她事實上她很喜歡吃甜食 因為三餐其實都不喝水 都是喝飲料 然後也吃巧克力 喝下午茶 我叫她戒掉之後 事實上她的這些 所有的皮膚症狀 就整個就很漂亮了 那第二個當然 跟媽媽比較相關 會影響到皮膚的是一個 叫做穿太緊的衣服 其實毛囊也有時候是悶出來的 就是說你穿了牛仔褲 或說痕疾 尤其在夏天現在又很容易流汗的季節 很容易產生一些 不管是濕疹毛囊炎 甚至一些你一抓 譬如被抓一抓 細菌跑進去了 就產生一些感染 那感染又造成 黴菌又入侵 就變得非常複雜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講說 媽媽會比較喜歡擦 那個叫化妝品 對 化妝品是一個 我們很多的藥膏 都是經由皮膚吸收進去的 那你的那些化妝品 會不會吸收進去 我們噴的那些髮膠 那些會不會吸收進去 你吃進去的一些毒素 它可以馬上經過肝臟腎臟代謝 其實很容易就代謝 可是 筋皮肚它很快就 進入你的皮下脂肪 就儲存起來 一個禮拜之內 可能它只排除10% 90%都還在皮內 所以我們講說化妝品 髮膠什麼 盡量天然為主 那不然都要儘快把它清除掉 他講的這個我真的是 完全感同身受 因為我們以前就像我剛剛講的 凌晨4點上班 晚上8點下班 那那個妝一定就是 一直都戴在臨上 而且主播妝真的很濃 很濃 我跟你講就是你 用手指頭去摳一下 有沒有就 就 去一排 真的 我們會對著上面的牆壁 有沒有 然後很厚 可是因為你看到你身邊的 這些就是朋友們啊 這些主播朋友們 他們都是戴著這個妝 12個小時 你也不會想去卸妝吧 就是想說大家都美美的 所以我們就會一直戴著妝 然後超過12個小時 然後有一次 就有一個這個面膜的廠商 然後他就想要找我去 就是做一個代言啊 拍照這樣 我想說我對我平常 如果也是蠻有自信的 平常活在這個主播妝的 這個面具 覺得自己長得還OK 然後於是那天呢 就是那個化妝師 就要幫我化一個很淡的妝 然後他邊畫的時候 他就邊這樣 然後他畫完之後呢 他就好像也不是很滿意的臉 然後我就想說 好 我去照個鏡子裡看 唉唷 自己都嚇到 真的很恐怖 就是你知道黑眼圈 然後細紋 然後就是還有一點斑啊 然後什麼就是整個很暗沉 然後又有痘痘的狀況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原來我一直都 你知道活在主播妝的 這個面具之下 然後就覺得才太可怕 然後而且就像藝士剛剛說的 這個東西是一旦侵入之後 它真的很久都沒有辦法跪去 對 就是就像我現在已經沒有播新聞到現在 我後來的妝當然就會比較淡一點 可是他的那些狀況就一直 還會出現在我的臉上 可是還有一件事情就是啊 有時候其實是你身體 某些器官在發出進去 比如說之前有一個人他是怎麼樣呢 他是一個男生 他大概是四十幾歲 他的狀況是 他說覺得很怪 他莫名其妙就是我們剛才講的皮膚癢 然後他說癢到那種 他覺得他的皮膚癢是癢到那種 你燒不到他的深處的癢 在裡頭 你就覺得他好像癢在骨子裡那種癢 後來是怎麼樣呢 後來是他們家人跟他說 你去檢查檢查 抽血檢查才發現 他根本腎臟很嚴重的 已經腎臟已經都接近 快要掛掉的帥氣 他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喔 結局他竟然是用那種 皮膚癢皮膚疹子跟皮膚變色來的 因為我之前皮膚有時候 會有一點點過敏或敏感肌 因為我覺得皮膚這樣子有出狀況 通常都是因為平常的化血藥劑 化血藥劑 妳有學到我的英文嗎 沒有他在嘴巴笑 化血藥劑用太多 所以皮膚才容易造成敏感 然後我就有一個朋友 他的狗狗也是敏感肌 所以秀醫就推薦他 可以用水晶肥皂來洗 唉唷 水晶肥啦 然後我說我前陣子 因為我皮膚狀況蠻多的時候 我就用搭配冷水 然後再用水晶肥皂洗 真的嗎 洗澡喔 洗澡 會不會太乾了 不會不會 其實你用它 我阿嬤拿來洗衣服的嗎 真的嗎 皮膚科醫生也有建議說 其實如果你皮膚有狀況 你可以用水晶肥皂來洗 洗頭都可以 我是聽長輩說 就是洗米水它就是我們在洗米的過程中 它會溶結一些澱粉的養分 所以它就是可以幫我們去油垢 然後可以抗老化 所以只要就是我們家裡有來客人 然後煮飯煮比較多 我就會叫 那個洗米水流下來 我要洗臉用 然後所以我就是現在洗臉 我都用洗米水洗臉 水晶肥皂事實上在那個 你可以網路查 有一堆那個講台大醫師 事實上有建議這樣的說法 可是也有一堆醫師是持反對的意見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其實你去為什麼會有效 水晶肥皂事實上我們身體的皮膚 的PH值 當然是中性偏微酸 弱酸性的 它是一個非常強鹼的一個肥皂 含皂鹼 它去油脂非常強 所以你洗下去之後 你會非常清爽 因為它把你的油脂那些整個都洗掉 可是你的皮膚不是衣服 衣服是纖維 你的皮膚是需要一些油脂的 所以譬如說你如果長期再來 有兩個問題 一個會過乾 一個是酸鹼的那個過度刺激 會造成除了刺激之外 你的一些好的一些菌蟲 沒辦法滋生 這反而是一個要小心 長期會有一些問題 那加薪的洗米水 我在想因為古代常常會 古代的 古代的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 古代有沒有很好的乳液 很好的一些保養的一些面膜 所以它們會以形養形 看到那個白白的洗米水 應該覺得說 它是應該會讓你皮膚美白 它裡面的確有一些澱粉質 維生素B群 維生素E這一類的 可是它會不會經由皮膚吸收 可是現在你想一想 比它好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需不需要靠它 我是覺得你可以用一般的清水 做局部的 就是這些清潔完之後 用一些比較好的一些潤膚乳液 來保養它 會比你的洗米水好很多 而且我覺得維琳 它覺得皮膚有改善 可能其中有個原因是 因為它水溫用的比較沒有那麼熱 然後它會用比較溫冷的一個水 因為其實本來 你用太熱的水 對於肌膚就是一個自己想 我自己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大家都知道深色的食物 有很強的抗氧化力 像是那種紫色的藍莓 黑莓 對我都會加在早餐裡面吃 然後這個就是對肌膚的治癒力 效果非常的好 可是身為一個美妝部落客 我不能夠介紹大家這麼頻繁的東西 因為我自身就是 自身都是媽媽的好朋友們 我一定要替媽媽們謀福利 找來一個 比如說橄欖油洗米水 那真的太可憐了 那真的不行啦 那潮太水晶水 潮太不行了 媽媽不要過得高了 我們就是要對自己好 沒錯 真的 真的 我要來分享一個可以讓媽媽很開心 顏色又非常非常深的食物 哇 就是 巧克力 哇